风吹鸡蛋壳 荔枝凉嗖嗖 数十只野狗突然从草丛中冲了出来 将拆弹专家猎狗团团包围 猎狗本想逃跑 但是野狗的数量实在太波 处处受到压制的猎狗发出惨烈的叫声 那么猎狗能否顺利逃脱 就在不久前 平时秒天秒地摘荔枝的猎狗 无幸遭遇了数只野狗的突袭 曾经的猎狗是双手插都没有对手 此刻的它被靠小树底盘下沉 这是为了防止被三弟摘了荔枝 现在的局势对猎狗来说很不利 要想摆脱野狗的纠缠 猎狗得拼命才行 然而鸣枪一躲 暗箭难防 野狗数量众多 轮番交替进攻是野狗惯用的战术 你一口我一口 让猎狗防不胜防 他还真有点招架不住了 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家的屁股保护好 毕竟大家都是拆弹专家 二哥不说三弟 所以都知道对方是什么德行 野狗专攻猎狗的下三路 而猎狗只能把屁股紧紧贴在地面上 以免荔枝不翼而飞 在野狗们的围攻下 猎狗不断地躲闪和反击 试图给自己争取一丝逃跑的机会 为什么这两货每次见面都会大打出手呢 作为草原的韬钢手艺狗 同行就是冤家 逐利是天性使然 在生存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 猎狗和野狗自然会相看两生宴 所以双方经常会为了猎物发生冲突 虽然他们都是草原上的顶级猎手 但两狗之间的个体实力悬殊非常大 如果单对单的话 猎狗凭借体型和咬合力等方面的优势 是完全吊打野狗的 所以凭借强大的实力猎狗 喜欢单兵作战出去浪 而野狗通常都是群体活动 也就让我们经常看到 数量占据优势的野狗 对战一两只猎狗的情况发生 不过当一群猎狗和一群野狗相遇时 实力不足的野狗 往往会被吓得落荒而逃不战而败 然而此刻的猎狗犹如丧家之犬 趴在地上苦苦支撑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野狗朝这边赶来 猎狗为了逃脱被掏缸的命运 只能急速逃窜到旁边的一个池塘里 这痛打落水狗的机会千载难逢 野狗们岂能轻易放弃 他们将池塘团团围住 不给猎狗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 看来野狗是不会离开了 不过有了水的保护 猎狗暂时有了喘息的时机 从猎人变成了猎物 大起大落的刺激 让此时的猎狗很是惶恐 现在对他来说每一秒钟都让他倍感煎熬 因为他不知道水塘里是否还有鳄鱼潜藏着 看来今天这只猎狗在这群野狗面前 注定要颜面尽失了